這條是2016年模擬考試的第十五題 部分題目相對難一點 有些要知的知識就用紅筆寫了出來 將整體的數據加K和乘K對哪種數據有影響 影響的情況又是怎樣 紅色的位置已經表示了 另外就是我將它下面文字的資料就變成一個表來表達 6P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6Q的平均值和標準差都表示了出來 現在就是它題目說到 現在科主任決定了要增加Q那班R的分數 繼而再減回X做調整 它想令兩班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要相同 OK 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說我會將先處理平均值 要變成一樣 那怎樣一樣化呢 一邊6P班就70分 6Q班本身60分 我們就會想到 究竟增加R的% 再減X這個分數 對它們整體數據有什麼影響 平均值是屬於 初中學的集中趨勢的數據 所以無論加的變化和乘的變化都有影響 所以增加R的%影響到它 減X都影響到它 所以就是這條公式一定要寫出來的 那到標準差了 標準差 標準差方面呢 發覺的就是 只是乘一個新的變化下去有影響 那即是說 原本 想由16分變成20分 是將16塊的6Q班的數據 乘以1加R的% 但是減X呢 因為全班都減X這個分數對它沒有影響的 所以1加R的%很輕易在第二條公式計得到 20除16是1.25 減了一個右手邊 0.25 R的%即是右手邊的25% R即是25 有了25在左手邊可以繼續計算 1加R的%即是1.25 因為剛才計算了R是25% 60乘1.25是75 最後一刻不要計算 不要計算加價音數 小心點做 X等於5 所以 A部分計算完 到B部分 現在就有個同學叫建成 他就是6Q班的同學 他就說自己原本拿60分 他就宣稱 如果那6Q班的分數有變化之後 其他跟他不同分的同學 標準分會受影響 我同不同意 其他同學拿多少分 我不知道 所以 暫時就這樣想 會有些困難 那不如我們試一下 只是計算一下建成 他新的得分和舊的得分 究竟有什麼變化 計算一下他新的 標準分和舊的標準分有什麼變化 先試試 我們用列表的分法來表示 那怎樣列表法呢 先看看 他原本的分數 他新的分數 好了 原本的分數 他應該是60分 那麼 新的分數是怎樣呢 新的分數因為他會乘以1.25 計而再減5分 好了計算了 原來新的分數是70分 好這個是建成同學新的分數來的 那麼要計算到新的標準分 我們還需要兩個數據 我們要有平均值 我們要有標準差 舊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在這裏可以找到 這裏 舊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舊的平均值是60 舊的標準分是16 新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變成6P班 即是70和20 所以最後計算到的標準分 標準分呢 記得怎樣計算呢 標準分是 他所得的分數 減平均值除標準差 答案是0除12 即是0 而新的標準分呢 70除70除20 都等於0 難怪 原來可能建成計過自己的標準分 由頭到尾都是0 他覺得自己沒有變化 他覺得其他同學應該受影響 因為他覺得分子應該不是0 所以受影響 但我們不能太武斷 所以 我們用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列表情況 我們要表示 究竟 其他同學不同分數會怎樣 比作我在功考試 我想我都會列這個表出來的 好 對於其他同學 他原本有的分數 新也有一個分數 原本有的分數叫做多少 不知道 我們不如就切 切他就Y 原本有Y這個分數 他們新的分數變化 增加了25% 再減了5分 即是Y乘1.25-5 無法計算下去 就是這樣 好 再繼續 他舊的標準分 新的標準分 跟上面一樣 分別是60 16 70 和20 最關鍵的位置 我計算他們 任意分數的情況下 他們的標準分有沒有變化呢 這個比較困難的就是 我們寫回 原本有的分數是Y 減去平均分 隨以標準差 我們寫到這個 迫著停的 這條公式太重要了 我再寫一次給大家看 標準分 我們用英文 我們容易表示的 接著就是 得到的分數 得到的分數 減去平均值 隨以標準差 這條公式一定要記得的 好 暫時 其他同學的標準分 這樣算完 唯有停的 到新的變化下 他自然有新的分數 新的分數 Y乘以1.25 減去5分 減去平均值 除以標準差 20 眨眼看的 你會覺得 那怎樣比較呢 因為 好像差很遠 1.25 Y減去75 除以20 記住 兩條色都是來自 左手邊的這條公式 這條公式 就會計得到 標準分的了 好了 再計下去 比較不了 它兩個一樣 不一樣 分子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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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教大家一個方法 你這樣就比較到 不如把它拆開去 左手邊一個 右手邊 除16 若減了之後 這個應該會是除4 好 原來答案是 16分之Y減 4分之15 我試試拆開這個 比較一下兩個數值 看看是否一樣 70 70 計錯數 這個應該是75 75 75 除20 1.25 Y除20 好 按按計數機 約一約 這邊約完 約完 又是4分之15 而這邊約完 又是16 所以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原來 兩支是完全一樣的了 總括而言 這題要怎樣呢 留意 首先 這部分 上面又上角那部分 要記得 全部數據加K 和全部數據乘K 對於不同的統計學的數據 有什麼影響 這個表要背 第二就是 標準分的公式相對來說是淺的 標準分的公式是淺的 不可以不背公式 背屬公式之後 你才有機會出到 標準分的每一個計算 也有highlight的標準分的四個計算 不然什麼都做不到